道路安全是警務處處長首要行動項目之一 警方一直以來都會透過多機構合作模式 希望每個市民都能夠肩負起確保道路安全的責任 為了方便市民 特別是駕駛人士去舉報交通違例事項 交通總部就構思了影住家這個計劃 利用科技設立線上舉報平台 方便市民提交影片或相片 去舉報一些非緊急的交通違例事項 例如懷疑危險駕駛、不小心駕駛 會有遵從道路標記、橫過連續雙白線 會有依從交通登號等等 同時也都令警方能夠及時採取行動作出調查 加大對不良駕駛行為的阻嚇作用 大家可以透過香港警察微信官方帳號 或是掃描影住家二維碼進入影住家舉報平台 影住家主頁介面有四個功能 分別是舉報指引、開始舉報、舉報紀錄和消息中心 建議大家先點擊舉報指引去參與 會適用於影住家的舉報類別、舉報方法和舉報須知 然後再按入開始舉報 就可以正式進行舉報 舉報方法非常簡單 只要跟隨指引、完成四個步驟 就會獲得一個暴漫編號 步驟一 舉報人需要確認以下六個注意事項 首先 舉報人需要明白影住家是一個非緊急舉報平台 舉報人不會獲得即時的回應 如有緊急事故 市民應該致電999或聯絡就近的警署 第二 所有舉報必須實名登記 虛報和浪費警力是會有刑事後果的 第三 上載的影片或相片必須是員檔 舉報人也必須保留相關的員檔 以便日後作為呈堂的證物 而舉報人也有可能被要求出庭作證 以確保證物的可接納性 第四 舉報人應該在舉報紀錄中留意每個舉報的狀態 因為有需要的時候 警方會要求舉報人在七天內 對相關舉報作出澄清或提交補充的資料 如果未能在限期前提交 該舉報將會自動取消 第五 上載的附件 香港警務署有可能用作教育及宣傳用途 最後 舉報人要確認他們提交的個人資料 是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自願提供 當舉報人確認了以上六個注意事項之後 就可以進入步驟二 在步驟二 舉報人需要填寫個人資料 第一 是中文或英文姓名 第二 是其中一個聯絡方法 可以是電話、電郵或通訊地址 步驟三 是提交要舉報的內容 包括為例日期、時間、地點和涉案車輛的登記號碼 至於為例詳情 市民可以選擇填寫與否 上限為100字 最後 是上載相關的影片或上片 大家最多可以上載兩條短片 每條限制32Mb 而上片最多可以上傳三張 每張限制5Mb 大家要留意 上載的影片或上片 必須清楚地顯示整個為例的過程 以及車台的號碼 影方有機會要求舉報人 提供更完整的影片 作為證據之用 步驟四 是預覽之前輸入的資料 確認所有資料正確 並且完成保安驗證 在完成舉報之後 程式會顯示提交日期和時間 也會顯示一個已經住假的舉報編號 在這個時候 整個舉報程序已經順利完成 而每一個舉報都會顯示一個狀態 分別是議題交、處理中、須澄清、未能處理 或轉交交通總區調查隊 如果是一些須澄清的舉報 按進去就會看到有什麼資料需要澄清 舉報人必須於7天內修改或補充舉報內容 並且再次提交 舉報人也可以在這個時候選擇終止舉報 至於未能處理的舉報 舉報人可以按進去了解未能處理的具體原因 而就著轉交道交通調查隊的舉報 我們的同事會主動聯絡舉報人跟進案件 為了方便市民核實警務人員的身份 同事會先介紹自己的姓名和警員編號 然後與舉報人核對相關影著家的暴漫編號 大家必須要核實警務人員的身份 舉報人如果有任何懷疑 可以拒絕回應 然後再以舉報紀錄內提供的電話號碼 和調查組別聯絡 最後我們建議市民使用行車記錄鏡頭 拍攝到的短片作為證據 無論如何 拍攝時必須要留意路面的情況 一定要注意自己和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千萬不要為了拍攝別人的違規行為 而引致自己違反交通規例 謝謝大家